连英国著名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 Dame Agatha Maradour Is Christie 都曾写比较大侦探人物赫尔克利波洛和Q Poirot之口称她为圣洁的家宝女士 好莱坞更是对她的美貌趋之弱物 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也对她极为迷恋 换言之 她是美成一个真理的绝世女神 但美貌背后的人生远比想象的更坎坷 图片署名 东方IC 在成为格利泰家宝 Great Agatha之前 她只是一个于1905年出生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普通女孩 名叫格利泰洛维萨古斯塔夫松 Great Agatha Gustafson 父亲是一名清洁工 母亲则是食品厂里的厨师 家中有三个孩子 生活相当拮据 她的父亲虽然酗酒 多病 但对小女儿格利泰极为疼爱 在格利泰还在上小学时 父亲患上了感冒 却一病不起 母亲和另外两名子女都去打工糊口 留下格利泰照顾父亲 图片署名 东方IC 虽然年幼 但在残酷的生活现实面前 格利泰不得不早早承担起照顾父亲的任务 包括带着父亲去抗病 由于家贫 父亲不仅没能在诊所里得到治疗 还和格利泰一起来了不少白眼 在格利泰14岁时 父亲病逝 留给他的只有天生的美貌 由于家贫 他被迫辍学 先后当过洗头工 百货商店售货员等 尽管生活艰苦 但格利泰从未放弃自己对电影的热爱 赚到钱后经常去戏院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 他获得了一份模特工作 表现亮眼 图片署名 东方IC 从模特到演员 格利泰同样是因为在关键时刻抓住了机遇 毛遂自剑参演了一部低成本影片 并获得了导演的推荐 考上了瑞典皇家戏剧学院奖学金 从而被该校校长引荐给瑞典著名导演 莫里兹斯蒂勒·莫里斯斯蒂勒。斯蒂勒对葛丽泰极为欣赏,决定亲自将他打造成世纪巨星,除了给他自己芯片里的女主角角色,还命令他矫正牙齿,减去20磅体重,学穿高级时装,以及要绝少结交朋友,接受采访,好速造出神秘高贵的形象。图片署名,东方IC。 更重要的是,斯蒂勒为格力泰娶了格力泰家宝这个地名,教会他如何摆脱原本自卑贫寒的旧形象,成为一个真正的女明星。 不久,当斯蒂勒在另一位知名导演的引线下,前往好莱坞发展时,他所提的要求,就是戴上格力泰,即至来到好莱坞,在斯蒂勒的坚持下,米高梅电影公司,给了格力泰一纸合约,还要求他接受英语课程,并进一步修整外形,改发型,抬高眉毛,提升发际线等。 由此,家宝女士的经典形象终于诞生,图片署名,东方IC。 1926年,格力泰推出了自己在好莱坞拍摄的第一部影片,由此开始步上自己的巨星之路,无数影评加称,她为默骗女王,她清冷神秘的气质,令众多导演和影迷都为之痴狂,连希特勒都公开宣称,她是唯一不用经过搜身,就可以接近我的人。 她对此则回应,我要劝她休战,不然我就把她杀了。 然而,发觉了格力泰的导演斯蒂勒,在好莱坞的处境却越来越凄凉,格力泰在好莱坞的事业刚起步时,她就因无法融入好莱坞而回到瑞典,四年去世。 图片署名,东方IC。据说,斯蒂勒临终时握在手中的,是他和格力泰刚到美国时拍的一张合影,这件事令格力泰悲伤不已,吸引后被问到自己电影生涯里,遇到的最好的导演是谁时,他的回答始终是斯蒂勒。 另外,格力泰在拍摄自己在米高梅公司的第三部电影时,邂逅了以帅气著称的男演员约翰·吉尔伯特·张格尔伯特两人虽然相恋,恋情却无果而终,最终,吉尔伯特另娶他人,并于1936年去世,格力泰则终身未婚未育,图片署名,东方IC。 1941年,格力泰宣布吸引。其后,他的行踪日益神秘,极少公开露面,并频繁搬迁,甚至连他的电话号码都被称为好莱坞最大的谜。 单影谜对他的爱戴始终有增无减,他的演技和作品,已经成为好莱坞的时代经典。 1990年4月,他已84岁高龄去世,这意味着他吸引已近半个世纪,图片署名,东方IC。